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宽快兴归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一生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一生 各位师傅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法师讲师 各位贤士同修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早安 今天这个会场 感觉上又回到往昔的温馨跟热闹 谢谢各位的光临 我想很多人常常在希望 别人能够多来相挺 自己也能够撑得更好 中文师傅带领大家33年 已经走出了一片很值得外人 来肯定认同 我们自己的内人 也都自己觉得很骄傲 因为我们在33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把中国的自胜 鬼谷子王产老祖 他的智慧用在我们33年后的今天 不只是在学术界上获得肯定 也更是在宗教界 在食物界上都获得认同 我们在去年的9月 推出鬼谷文化古智金融的研究 我们获得台湾的学术界 知名的各领域的学者专家 都支持参与 跟大陆知名的大学 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西北大学的学者专家 他们的参与 同时 我们在 元月3号 我们出了第一机的专辑 论文的第一机 第二机 现在正在印刷当中 准备在7月份 能够出刊 第三机正在收录 有关的这个文字 我们不只是 这些学术界的朋友 帮我们把鬼谷子的智慧 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 来把它诠释 可以做什么样的应用 就是所谓的古字 经用 那同时 我们除了文章的出现以外 我们在 5月 6月 今天是第二场次 我们请他们 各自把他们所原来 所撰写的大作 今天在当面 在做口述 在做论述 也让我们中门 我们的电视台 也能够再有新的 发挥的节目 所以今天是我们 论坛的第二场次 在5月 6月 我们将在10月 跟11月 我们还另外有两个场次 另外 也特别 邀请了 每一个场次 有7位 的学者专家 包括 我跟师傅在场 9位 我们也把 鬼谷文化 古字经用的全面向 鬼谷文化发展大未来 到底我们 33年以后 将何去何从 我们将怎么样子 能够跨大步 能够做更大的事工 所以 我们上次5月 我们这一次6月的11号 我们都举办了圆桌交流会 这个结果让师傅觉得说 更希望能够将来在各个道场 也都能够去举办 让各道场 又能够把很多 我们的学员 我们的同修 又能够把大家 找回来这个气 所以我们中门 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气 这个气 就 鬼谷 鬼谷子的书 最后里头就讲的是 要能够 做一个 养智 又能够 所谓的养气 又能够把智慧 都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 师傅33年所做的 带领大家 所做的 这个就是鬼谷文化的 古制金用的 最大的这个实证 那我们今天 我们是在论坛的 第二个场次 我们先 我先介绍一下 我最右手边的 肖灯虎肖教授 肖教授 来 请坐 他从早期在成功大学 在后来在台中商业大学 那他是我们国内 研究鬼谷子学术理论的 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第一位 也可以说是他的书 包括到大陆 都非常推崇的 这么一个学者 他平常是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有学问的人 是相当低调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我所认识他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刚刚从香港讲学 回台湾 所以他答应我们的时间 就是回来以后的 第一场的这么一个论坛 我们非常谢谢肖灯虎肖教授 第二位是张论书 张教授张院长 张院长在我们这个活动 也是又是第一个 请坐 他是有一天 十五十说 那我们这个鬼谷的东西 怎么能够跟学术的专业 能够结合在一块 我就把他的书送给他 他是政大的 公共行政的专业 专家 他当过法权院长 当过社科院的院长 他公共行政是他的专长 我是说你能不能够把鬼谷子的东西 用在现在的公共行政管理上头 结果他很用功 他就去读他的书 然后马上就写一篇文章出来 那是说这个东西说你如果有这种专业背景 那你就可以去读鬼谷子的东西 他能够把它看怎么套 所以他也是我们今天在场的第一位 另外黄仁德黄教授黄院长 那黄院长他是经济学家 他就是当我在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 把鬼谷子的沟通游说 这个什么谈判 这个策略 能不能用在现在的所谓的商业活动上头 他马上答应我说他可以写一篇东西 所以他也一样的就是读书 那我们带来一位是谢海平 谢教授 谢院长 院长他最近他虽然是头发比较白 但是年纪都比我轻得多 那他呢冯甲大从中正大学教授 训导长到冯甲大学的社科院的院长 那我是说你最近工作比较轻松 那不要是像师傅说的是 不要说是不动脑筋的 就是脑化掉了 这个智能就衰退了 所以他马上去把 这个到不是说现在 就像我们的前面 那到底鬼谷子的东西呢 是怎么样子在宣扬 怎么在传播 所以我们今天有四位学者来把他们原来 所写的在我们的第一集的文章呢 做现场的这么一个口述呈现 那师傅每次最高兴的 就是说能够有这些学术界的朋友 大家来相挺 如果没有学者的朋友 来帮我们多刺激一下 多拉拔一下 我们不是不能走 我们会走得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他们四位 在早上的这一场来参加我们的论坛 我们现在请师傅做开场的致辞 我们维新圣教台湾硅谷文化学会会长 杨会长 许东先生 我们在座的各位教授 专家学者 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 今这一个月的我们的鬼谷文化古字金用 一个月一场 这个会议 是上天给我们的 也是我们从心里 所希望 所渴望着 潜能开花的日子 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主是鬼谷族 鬼谷先是王臣老祖 既然在2350年后又倒架持航 必定有他的天意 还有 每个人 内在心灵 这个智慧 和鬼谷旨的智慧 一定有相通 所以这个集市印心 绝柄 我们相互印心 然后我们能够觉悟到世界上的一切万华 都是无量节以前 延续到现在来 然后延续到未来 即是绝柄 所以我 征兆王臣老祖开示 我们 务必有宗教和学术两方面 相互成就 你光讲宗教 没有学术的智慧和理论基础 那不能永恒存在的 所以务必要有学术的智慧理论基础 然后来 帮宗教的很多很多神机 或是各种的残机 用学术方面的 刚才院长所说的来刺激 不然光在宗教里面的谈天说地 漫画连篇 也没有办法得到未来众生 在正规 学术和开发潜能 都是不可能永恒存在的 所以我才请杨院长和黄教授 拜托拜托 帮我邀请 各界学世界的朋友们 能够来多了解 中华文化 7000多年到5000年 5000年到2500年 2500年到现在的5000年 这个文化的智慧 是长远 有如孔子所说的 无道义以贯之 那是千真万切的 所以 我要请杨院长 无论如何要帮忙 帮我们所有闲事同修 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人 一片天都很怕命 但是这方面的学术区块 我们还是要把它增加 增强 请各界专家们 来帮我们 指点一条未来的路 共同来创造一条鬼谷文化 它的未来性和永恒性 持续性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的朝向 这方面来努力 也许你们看到师父 夯夯啊 事实上我不夯 事实上我有很多的 为各位来打这个平台 为众生建设一个平台 修行的平台 所以希望各位 我们的微型闲事 大家要珍惜 每一个场次的 教授专家学者们 给我们的指点方向 和我们自己所学的 把它相互应用 最近来我一直在思考 鬼谷三卷 十五篇 的理论基础是非常 形而上的理论基础 形而上的要达到 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 人间众生 心灵有异归 这样可能还不够 所以我想鬼谷子在当时 一个十四篇 十五篇的两篇 就把它断掉了 一直大家在争 在争 在讨论 在吵 那两篇是什么 到最近以来 我一直想想 我想鬼谷文化 古筑金用 形而上的 很高 众生需要的 你一照三卷 来做众生 每天生活 所需要的 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鬼谷子才会 两千三百五十年后 再倒架持航 来弥补两篇 一篇就是疫经 中华文化道统 七千三百五十年的 文化道统 疫经 再来 五千年前 黄帝崩藏桥山 那个就风水学 疫经到风水学 弥补起来 鬼谷文化 三卷 世界太平 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 这名阳两界 全部在当下性 已经把它 套用起来了 所以我很高兴 所以我才请杨院长 各位专家学者们 请你们提出 更高的智慧 给我们 这一群唯心贤士 都是行者 都是非常慈悲的 为众生 不喜劳苦 都在做利他的工作的 我们的唯心贤士们 提供更好的方向 所以今天我看到大家 位置不够坐 坐地上都可以坐 坐两位还可以坐 我也不坐到那边去 我都坐在这里 所以这个还有位置可以坐 我们这个节目 会在唯心天下事 这是天下的事 当今天下最完整的 就是鬼谷文化 的智慧 所以在这里 今天我们除了感谢以外 同修们自己要多多争取时间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谢谢 謝謝師傅的開示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從現在開始 9點28分 我們開始第一位要請的是 謝海平 謝教授 謝院長 那麼謝院長他今天也是很難得 很湊巧 本來排定的時間 也沒有跟他的家裡頭的重要的事情 連在一起 不過還好 可能也是老祖特別是把這個時間錯開 他等一下到10點20分 就要趕路 不是跑路 是趕路到高鐵站 要到桃園機場 他行李都拿在手邊 他要回去 到原來在廣東 在廣州 現在是要回去香港 要為他的母親辦一件很莊嚴的大事 要把他母親的骨灰跟他父親要在明天要合葬 所以他今天特別來參加我們今天的活動 也沒有跟我們辭掉說他有大事 所以他把時間就這樣子湊得 我現在請 先請 師父 楊院長 還有我在座的 蕭招壽 張教授還有黃教授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本來楊院長要我寫東西 我就說我有關的鬼骨子的相關的事情 我並不是很清楚 後來比他一指點 那就非讀書不可了 這年頭人年紀大了讀書很辛苦 就讀了讀去都不太懂 幸好有一個蕭登福教授的書 所以我可以在裡面琢磨琢磨 可是這次的論壇的主題是古至金用 如果各位看這個主題的話 應該是問說鬼骨子的 古代的這麼高深的智慧 我們現代怎麼樣去運用 可是我是學文學的 學文學的人怎麼去把古字用在文學上呢 這也是一個大困難 可是我自己 因為我的專業是唐代 研究唐代的 所以我就想一個題目就是說 唐代的鬼骨子的 他所受到的這本書 傳習的情形 以及鬼骨子形象的一個潛探 那你說這個跟 這個怎麼叫古至金用 那我一定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看鬼骨子是古 我們現在是金 可是就唐代看起來 唐朝人看鬼骨子是古 唐朝人自己看是金 假如我們從這個觀點看起來的話 去瞭解唐朝人怎麼樣去看待鬼骨子 這本書跟這個人的話 好像也講得通啦 雖然楊院長對我這文章不太滿意 他一直跟我講說你要重寫一篇 這個我就只懂這些 所以我先跟各位說明的 那我提出這個論文 內容的重點有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鬼骨子這本書 在唐代流行的情形 因為唐朝人怎麼樣去重視鬼骨子的話 怎麼樣去了解鬼骨子的理論的話 當然是從他的書去了解 那我就在這一部分來講 我就去把新舊唐書的相關的 有關鬼骨子的記載 再找出來看一看 那中間還有一部很重要的書 就是《隨書經濟誌》 就是《隨朝的書目》 但是《隨朝的書目》 卻是唐朝人編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隨書經濟誌》記的鬼骨子的 有幾本 幾個版本 再來拿來跟唐朝的書目來做比較 就得出一個很有趣的結果就是說 版本多了很多 那各位你想想看 本來應該是說古書傳下來 應該是前朝看的比較多 越晚應該是善失的越嚴重對不對 可是如果拿《隨書經濟誌》 跟兩唐書相關的記載比較的話 我覺得唐書裡面所記載的 有關鬼骨子的書目要比較多 那就可以說唐朝人讀這本書的越來越多 我看這個邏輯很清楚 我的腦袋只會這樣的 楊院長 所以就拿最簡單的方式來跟各位做說明了 還有一個就是說唐朝人在寫書或者編書的時候 他直接引用鬼骨子的原文 這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唐朝人 當然你要說編書跟寫書人當然是讀書人對不對 從唐朝人所編的書以及所寫的書裡面 引用到鬼骨子的這個頻繁的程度 當然就可以知道說這些讀書人 唐朝的讀書人讀鬼骨子的很多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邏輯 那我從裡面 就是從相關的文獻裡面 也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而這些資料也許我現在講起來 各位也許都會知道 比如說我簡單地講 這個周禮 《十三經》裡面有一本周禮 周禮 村關是鄭玄住的 但是唐朝有個人叫賈公燕 他為這個鄭玄的住 做術的時候 他就引了鬼骨子的畫 賈公燕是很有學問的 很有學問的人去引用鬼骨子的話 我想各位就很清楚了 另外各位都知道了一本《史記》 《史記》在唐朝有兩個為他算是做著的 一個是司馬征的索引 一個是張守傑的《正義》 這兩本書裡面都引用到鬼骨子的話 各位就知道唐朝的讀書人 是非常重視 而且經常讀《鬼骨子》這本書的 如果他們不重視鬼骨子的古字 又怎麼會拿來當唐人的金用呢 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麼第三點我就從唐朝的文官 去讀《鬼骨子》的情形來看 那麼唐朝要做官的話 他一定要經過正常的官 一定要經過考試 從禮部的考試 考完之後還要經過吏部的考試 吏部就是約略我們現在的教育部了 而吏部呢 約略是等於我們行政院的人事行政處 對不對 就是說他要經過兩關 而吏部的考試 就是他要有四種考試 就是說你要經過四關 叫做生 言 書 判 聲音就是說你要站在考試官面前看看 長得帥不帥 像這樣帥了才可以做官 言就說言直的對答 究竟流暢不流暢 你做官你不能夠結結巴巴嘛對不對 書就是說書法寫得好不好 判就是他有一些 我們約略等於判決書了 實際上就是 就是你在公文上面的一些 一些做判斷寫出來的文書 這四種是一定都要通過的 那我就從唐朝人的判文裡面 裡面去看 看到說這些判跟測 測還有一個就是對測了 從對測跟這個判文裡面看到 他們寫這些判文或者是對測的時候 都會引用到鬼骨子 那表示什麼 表示參加考試的人一定讀過鬼骨子 做官 準備要做官的人 他一定讀過鬼骨子 要不然他怎麼寫得出來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還有一個這是我們 我一直要提醒楊院長說 我們古智金用裡面還缺了一塊 他反正聽不進去 就是說 我發覺說唐朝人都武將 武官 很愛讀鬼骨子 可是我覺得說我們這次 古智金用的所有文章裡面 沒有軍事的 不曉得他哪一天 會把幾個將軍找來寫一寫 鬼骨子在軍事上的運用 我已經想到這個題目 但是我不懂軍事 所以我只把它告訴楊院長 楊院長反正也 他不理我 他是不理我的 你看他坐在那裡 蹲蹲蹲蹲蹲蹲 各位 因為我跟他是 幾十年的老朋友 所以我常常拿他開玩笑 他現在是很嚴肅的樣子 其實他平常是很和蔼可親的 喝酒的時候更不得了 好 有關這個 這個唐朝武將讀鬼骨子 也是非常非常的平凡的 常見 我在資料裡面也看到說 比如說新唐書記載到一個叫 王庭湊他的傳裡面 他有兩句話他說 《喜讀鬼骨兵家諸書》 就是說這個王庭湊很喜歡讀鬼骨子 還有其他的兵家的書 那麼還有一個叫李泉宗的 相關的資料說他說 《少通春秋好鬼骨子之學》 他從小就喜歡讀《春秋》 然後喜歡鬼骨子 他裡面講的學問 那歸納起來是不是 這個武將也很重視鬼骨子 當然這裡面跟溝通跟帶兵 恐怕裡面的很多理論 或者實際上是可以運用的 那麼第二部分就要跟各位說明 我去了解一下鬼骨子 在唐代的形象 我們知道說人的形象會變 書的形象 就是說在當時人的心目中 究竟怎麼想 他的形象是會改變的 首先要跟各位說明的就是說 鬼骨子這本書 隨書以及新舊堂書 都把它歸入中橫家 各位知道中橫家就是講外交的 講說服的 都把它分類分到中橫家去 那麼所以後人 最少唐朝人是認定 鬼骨子是擅長中橫之術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舊堂書裡面 舊堂書經集字裡面 就說有一本書說是 《觀令引禧傳》 是《鬼骨子傳》 說鬼骨子寫過一本書 叫做《觀令引禧傳》 各位知道 《觀令引禧》跟什麼教有關 跟道教有關 跟道教有關 所以很顯然的 這本書是真是假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鬼骨子做的不知道 但是很顯然的 從唐朝以前或者唐朝已經有人 要把鬼骨子跟道教把它扯在一起 這點是比較我們可以從文獻上面去了解的 這個唐朝人把鬼骨子跟道教 拉在一起 這個有很特別的一兩篇文章 我在這邊 我在我的文章裡面特別把它介紹出來 就是在全唐文裡面 有一篇唐宗宗皇帝 唐宗宗皇帝 他寫了一個 答大橫道貫主 還道宴等表 就是說 那個道貫的貫主 他上了一個表給唐宗宗 唐宗宗就畫回他一個文章 這個字就是皇帝給他的命令一樣了 那麼他究竟寫什麼東西 就是說那個道貫的貫主 究竟為什麼要上這個表 那個表我看不到 找不到了 但是唐宗宗這篇刺文是看到的 這個刺文裡面 唐宗宗用他皇帝的口吻 遜了這個道貫主 一頓 那我從文章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推測 這個道貫的貫主 應該是送了一本 承送了一本書給唐宗宗 這本書應該就叫做 《老子化胡經》 各位有沒有聽過這本書 這很有趣的一本書 《老子化胡經》 就是唐朝的道教徒 因為唐朝有所謂的三教爭論 那道教徒覺得要打倒其他的宗教 尤其是佛教的話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說你們的教主是我們教主的徒弟 那夠偉大了吧 對不對 那你再神也神不過 所以就寫了一本叫做 《老子化胡經》 《老子化胡經》講什麼 但是講說 老子曾經親自或者派人到西方去 去教導佛教裡面的這些 這些我們講說 他裡面的那些很重要的 那些先佛 然後說 《化胡經》就是講這個 可是唐宗宗好像不太領情 就是說亂講 他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這篇字文裡面有一句話說 鬼谷北果之輩 未見中天 設立文術之論 旺章東土 胡漢交雜 年代一乖 說來說去就是說 你整個年 你那裡面時代也沒搞清楚 然後說把鬼谷子派到西方去教佛祖 好像也沒有這回事 皇帝說的 各位 那你就表示說 對這個道觀的主持人 非常不滿意 各位這裡面看得出來 滿微妙的 這微妙的地方是 當然是表示道教已經把鬼谷子 拉到他的宗教裡面 而且讓他去出使西方 教導佛教徒 那就厲害了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想到唐宗宗不吃這套 因為唐朝的皇帝 有些當然很遵從道教 可是大部分都是信仰佛教的比較多 你這樣子他得不到他都歡心 他根本就是跟你嚇到命令說 你亂講 唐朝的很多 各位知道我們講唐詩 唐朝的詩人裡面很多也有講到 很多詩人都寫到鬼谷子 表示說那些詩人 也很多人是讀鬼谷子的 第二點要跟各位說明的 在唐朝 鬼谷子有神仙化的傾向 換句話說 原來他也許在之前 在唐朝以前也許有些人 一般的學術界把鬼谷子當成是一個 理論家或者宗教家 可是慢慢他的形象轉變 轉變成為神仙 把他當成是神仙 那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我就借一點 用點時間跟各位講故事 唐朝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家 叫李密 他曾經做過 唐玄宗 唐宿宗 唐代宗 唐德宗 四個朝代的官 這官做的夠長久了吧 表示很受重視 好 好 好 知道 特別兇 不是 有 有 無 average